睡眠不好,走路呢,腿发沉,总觉得发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舌疹的问题 来,还是先看这个啊,这个其实很明显 你看,这就叫舌疹满口,还有齿痕 好,来,三周先画出来 他是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 他自己也说了,最想改善的就是一个睡眠 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总觉得腿发沉 还有发力的问题 我们一眼整体望上去,这个就是一个 一是齿痕,二是胖大蛇 另外通过这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个 粘腻的胎结的这么重 这就是他整体发沉发困 我们说这个施邪重多粘腻 这个凡属这个腿啊 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这个腿像灌签的一样 拉不动 这种呢,通通都是煮水食 当然你是食啊,寒食还不同 如果说是乏力,没力气呢 还煮气蓄 你像他有乏力,有这个 拉不动腿的这种情况 他就是一个水湿和乏力结合起来的 还有一些个症状 你像这个什么,大便不成型啊 觉得这个大便特别粘马桶 我们说了,这就是施邪粘腻的这个表现 另外也有乏力啊 力不从心啊,少气懒炎啊 他这个心肺的这一块倒不是很明显 他最主要的是因为水湿组织了气肌运行 气肌运行了以后导致这个 他这个不是这个气不运化的问题 他是水湿组织了正常的气肌 组织了气肌运行导致的这个气蓄 所以他也有这种情况 再加上他呢 你看也有这个阴隆潮湿啊 还有就是心脏还有澡脖 老觉得乏力 当然他是这个心脏功能不好的 这是这一块的问题 你像他这种呢 在调理的时候呢 倒也不是很难 只要把厨师的 要放补气的 因为他毕竟有乏力 但是你补气和厨师之间的这个比例 是要掌握好的 你要不然的话 你补气补得太旺 他反而不注意失歇下行 你如果过分的厨师 他反而又会影响其一的运化 就是说我们说的破气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厨师毕竟是一种泄法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你看睡眠也不好 他这个 有一种睡眠 我们这个说什么 胃不合则 卧不安 前几天接一个人 他还说他那个睡眠不能吃酸脏人 有一种就是肠胃型的 你用那个很多安神啊 重镇安神啊 什么滋阴安神啊 这些效果不好 你反倒还不如这个 健脾胃出湿 像他这种这个失眠呢 治疗肠胃这一块 通过肠胃这一块去治疗 以这个健脾出湿 反而有的时候还会好一点 你看那个内经里面很有名的 那个拌下苏米汤 制这种失眠 其实就是这样一类的 这种失眠 这是特的一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